和教学 结果不但成就了兴趣 现在的收入比过去还要高 这是全世界最小的口琴 李孝明玩弄在全舌之间 却是这么的轻松自如 从小爱吹口琴 即使顺利的进入IBM担任电脑工程师 李孝权还是对口琴意念不忘 最后他决定干脆辞职 全心全意的投入口琴的世界 为兴趣的工作 不是为工作的工作 那为工作的工作上来讲的话 可能做起来万一很累 你怎样的时候比较无奈一点 可是为兴趣的工作 不管它多累 我都干脆的问题 李孝明现在开办授课 还从事口琴批发 全台湾有80%的口琴 都是李孝明卖出去的 他现在的收入比IBM的百年年轻 多了许多 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现在最大的心愿 是要把搜集来的各式各样的口琴 像是全世界最小的口琴 最长的口琴 统统摆进一个自己成立的博物馆里头 圆一个口琴人的梦想 这是新闻运动民洋交亭李季华 台北报道 好